以色列炸毁加沙医院千人罹难 美国利用媒体霸权协助混淆视听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纽约时报最新消息 以色列空军炸毁了位于加沙城的阿尔阿里阿拉伯 进信会医院 截止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一千人罹难 另外还有一千多人受伤 这家医院可见是一家进信会医院或者基督教医院 也就是说在加沙地带 在哈马斯管辖的加沙地带 人们认为哈马斯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组织 但是在这里基督徒和穆斯林可以和睦相处 事故发生后 以色列军方试图利用自己在西方媒体霸权混淆视听 称这起爆炸事故源自哈马斯的一颗火箭弹 本来是瞄准以色列目标 但是打偏了 炸毁了医院 然后美国的主流媒体开始协助以色列政府洗白此事 纽约时报的标题 医院被炸毁后 哈马斯和以色列军方指责对方为凶手 内塔尼亚胡呢也来凑这呢 他在推特上用阿拉伯文发推 说全世界都应该知道一件事 袭击加沙医院的是加沙地带的残暴的恐怖分子 而不是以色列国防军 谁残忍的杀害了我们的孩子 也就等于杀害了他自己的孩子 这件事怎么看 我可以告诉大家这就是战争 没有什么过多可以解释的 战争就是如此的残酷 就是这么直接 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有正义 有良心 有道德 那么是因为你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大国 有原子弹保护着你 我们今天的很多人还在等我们的华为手机 每天给门店打个电话 看他到货了没有 而加沙地带的孩子们 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 这就是事实 这个事实非常的露骨 非常的残酷 我们最近几年经历了贸易战 金融战 科技战 但是对比加沙地带都太仁慈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原子弹 就这么简单 我们的敌人不是不想打我们 我们的敌人不是不想摧毁我们 而是他们不能因为我们有反击的能力 这个非常重要 这件事充分的表明 你没有实力与能力 你的敌人怎么对待你 你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举个例子 二战的时候 德国为什么不敢对英国 法国苏联用毒气呢 那是因为英国法国 尤其是苏联 在这方面都比德国厉害 这叫什么东西 这叫制衡 在你没有制衡的时候 你的敌人可以随意的对你行凶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比如说 在抗日战争中 小日子 为什么敢在中国战场上随便的用毒气 因为我们没有 因为我们太落后 就是这么简单 说实话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干这个事轻了 仁慈了 为什么如果真想干的话 那么继续攻击加沙城 把所有的发电站也一并摧毁 这就是战争 当你没有反击的能力 人家就可以这么干 人家可以随便的干 你没有任何反应的办法 第二呢 就是战争中媒体霸权的作用 人家把活干了 然后立刻嫁祸给你 和你的抵抗组织 人家说你的抵抗组织 因为技术不行 造就了这场灾难 如果你相信了 那你就会发难于你自己的抵抗组织 那你的敌人的目的就达到了 如果你的敌人在你的内部可以制造混乱 如果能达到让你们自己打起来 那就太好了 那就一箭多雕 可是这件事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立刻混淆视听呢 是不是罔顾于国际观瞻呢 还真不是 最起码他想达到的就是西方媒体霸权下给自己减轻负担 然后说这个责任是别人的 其实这件事让我想起了1937年南京的国际安全区 哪有什么国际安全区 这个地方只不过给当时的施暴者粉饰太平罢了 当你没有能力宣传自己 当你没有能力控制媒体 当你没有话语权的时候 人间可以通过媒体随便的来塑造你 到时候人们会相信是你的问题 而不是他的问题 没有实力 没有话语权 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加沙人民 你的敌人会对你犯罪 然后说你是凶手 这就是战争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非常的感谢我们的以色列总理内塔米亚胡先生 为什么 因为只有这样才让这个世界不再天真 那有人问了 这个事具体是谁干的 是哈马斯的火箭打偏了 还是以色列国防军干的呢 这些东西呢 咱这么说 稍微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 能造成2000多人要么罹难 要么受伤的炸弹 战斗部最起码当量非常的大 在100公斤至200公斤之间 有这样当量的炸弹只能是航空炸弹或导弹 哈马斯的火箭弹呢 战斗部非常的小 通常2公斤到10公斤不等 铁穷这样在战场上不能出现的防空导弹系统都能把它拦下来 那战斗部肯定不会很大 即使他命中的医院也不可能造成那样规模的伤亡 况且哈马斯如果有造成如此巨大伤亡的炸弹 那么以色列也不敢对他开战了 巴勒斯坦今天早已经被解放了 这就是最基本的常识 但是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了西方民众一个个都是傻子 媒体如此宣传他们就会相信 这里边民众是傻子无所谓 那媒体还不明白吗 这么说媒体明白他也不敢说 去年北溪管道谁干的 他们到现在都不敢说 更何况是这件事了 内塔尼亚胡还说全世界都应该知道 我不知道他这个全世界是什么意思 是指的西方世界 西方代表全世界还是包括西方 包括中东亚非拉和中国的所有人 可见这是一种何等的傲慢 但是有人说这是以色列的傲慢吗 我看不是 这不是以色列的傲慢 这恰恰是西方文明的傲慢 这恰恰是美帝国主义的纵容 我之前说过以色列是什么 以色列是美国的蛋蛋 以色列是美国的关键部位 这个把关键部位对于美国来说 丢不得也不能丢 所以只能惯着 但是惯到了今天我们就看到 他可以向别人施暴 对别人犯罪 然后说那个人是凶手 这就是他们今天所做的事情 一点都没有 这就是今天他们所做的事情 那如何总结这件事的经验教训呢 我在这里呢 有三点 头一点我说过了 这个事就是战争 没有什么正义性的道义 只有胜利者谱写的纪念文章 所以这一点上我劝说大家还是成熟起来 为什么成熟起来 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的好坏和正义性非正义性 这场战争谁赢了 他会写这场战争的历史 他会用他的方法 他的语调去描述这场战争 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战争的胜负 战争的崇拜 战争的历史 都是胜利者谱写的 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明白 那以色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首先一点是战争的需要 加沙地区有五大医院 这一家医院位于北部的加沙城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 就是说以色列的地面部队马上要来进攻了 医院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目标 所以呢马上摧毁符合战争的合理性 另外呢还告诉当地人 如果你没走你赶紧走 如果你不走你受了伤 你没有地方可以得到救治 第二个就是拜登访问 而且以色列表明的态度非常非常的明确 我甘你随意 什么意思 拜登现在两难抉择 以色列也知道拜登两难抉择 首先一个是支持以色列 不支持以色列不行 因为美国的两党政治 谁都不能放弃以色列 内塔尼亚胡知道这个 拜登也知道这个 内塔尼亚胡知道拜登现在有困难 另外一点是美国的战略和美国的霸权 如果在加沙地带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 造成巨大的人道灾难的话 那么阿拉伯世界乃至于整个的伊斯兰世界 会向西方发难 到时候美国与阿拉伯世界或者伊斯兰世界对抗 第三世界与整个西方对抗 那想必对于美国就非常非常不利了 同时利好美国的两大对手 俄罗斯跟中国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美国一定要避免以色列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人道灾难 但是内塔尼亚胡也知道 如果避免造成人道灾难 那么消灭哈马斯就变成了一个不可能的选择 而且以色列国内政治现在以色列上下同仇敌忾 都想尽快的消灭哈马斯 把消灭哈马斯变成了他的一个目标 所以呢 内塔尼亚胡在顺应着以色列的民意 而且他知道拜登两难抉择 而且拜登明年要大选 他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弃以色列 所以内塔尼亚胡怎么办 先干为净 我就这么做了 你只能支持我 没有第二套选择 这就是战争一切都是残酷又合理的 是军事上的合理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弱国无外交 落后就要挨打 如果谁现在还不明白的话 那就脑袋短路 你落后人家可以不打你 但是人家不打你的原因是 人家现在不想打你 人家有能力打你 人家什么时候都能打你 人家打你的时候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你的命掌握在人家的手里 今天可以是医院 明天可以是学校 后天可以是空地 大后天可以是任何一个地方 因为你没有权利反击 因为你没有权利做出反应 那么你的敌人可以随意的向你施暴 这是最基本的事实 第三点就是媒体的话语权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明白了 如果我们想要话语权 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像让西方良心发现 等西方开恩 但是现在可见西方是不会这么去做 西方为了自己的利益 要保住自己的话语权 然后同时牺牲你的利益 那我们就剩下的最后一条办法 就是第二套系统 对于这一点上 我还要感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生 和美国总统拜登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今天的所作所为 他们正在透支和摧毁 自己的媒体垄断和媒体霸权 因为他们让世界知道 只有这个世界有第二套系统 有两套系统在对冲的时候 西方才会减点自己的行为 才会约束自己的行为 只有一个更强大的系统过来的时候 西方才会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 但是大家不要着急 因为一个更强大的HMS就在眼前了 我们日目以待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定位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